其實對於這個聆訊我也是有點緊張的 聆訊那裡其實針對我有三項控罪 我也是否認我三項控罪 我昨天都查犯不思準備今次的聆訊 但是我就希望校方有個公正的聆訊 如果聆訊是公正而它是重視證據的話 你看現有的證據就是不足以將我們起訴 我都擔心會再被停學處分 或者是會有更嚴重的一些舉動 因為當前大康可以是無視任何證據 就說我們威脅全校而將我們停學的時候 這一次的聆訊又可以有些什麼處分呢 我們都是沒有把握的 所以我們都是做最壞的打算 麻煩了 等一會兒 我會不會把握的打算 你會不會想到 那一起承認 為我們每次都是新的 認識的人 那些新的信念 那些新的信念 是不用等於無視